一头刚出生的小象不小心将一根羽毛吸进鼻孔里 只见他轻轻打了一个喷嚏 整个小象竟然跌跌撞撞地飞了起来 这可当场下坏了一旁的同男同女 于是第二天 他们就给小象画成了小丑的模样 让他上台表演高空灭火节目 由于拖着那双巨大的耳朵 就连走路都会被自己那堆大耳朵给绊倒 这一幕却引来了在场观众的哄堂大笑 一旁的小丑见状赶紧为他准备了一桶龙夫山泉 小象用鼻子深深一吸 效果这么好 他更是激动的和不容嘴 当即命令加大难度继续表演 在万众瞩目之下 小象被缓缓拖向百米高空 随着一股泉水喷涌而出 火势瞬间被熄灭 在场的所有人都鼓起了激烈的掌声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出现了 一个小丑开心地丢掉了手中的帽子 刚好砸中了一旁喷火的阀门 熊熊大火瞬间喷涌而出 小象在慌乱之中走向高台 在场所有观众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眼看场面即将失控 小男孩赶紧向鸽子 借了一片羽毛交给了小女孩 只见他迅速爬向高台 将那只白色羽毛带给了小象 就在那一瞬间 绳子被猎虎烧断 小女孩赫然从高空掉落 幸运的是他掉入水中毫无大碍 而高台上的小象此时却慌得一批 随着铁架被火焰烧断 小象从空中掉了下来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小象用那硕大的耳子飞了起来 而这一切都在小女孩的意料之中 小象围绕着舞台 不停地挥舞着硕大的耳朵 看到观众席上的小可爱 调皮的小象还不忘记 给他喷上满满的一脸农夫山泉 就这样 神奇小象一飞成名 连夜登上了个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马戏团团长也因此 每天赚得盆满钵满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摇钱术 他命令手下每天 必须给小象来时变马杀鸡 好让小象有更好的精神状态 来表演攒尽的节目 就在这时 一辆劳斯莱斯停在了马戏团门口 从里面走出一位游乐场的大老板 他此次前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收购这只小飞象 但团长却一脸的不屑 因为一旦小象被买走 依靠小飞象揽客的马戏团 将再次陷入经济危机 不死心的大老板 直接给了团长游乐场10%的股份 还愿意收购他整个马戏团 大老板的花言巧语 让马戏团的老板动了恻影之心 整个马戏团一起搬进了 这个巨大的游乐场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游乐场的老板 居然隐藏着一个天大的阴影